许多女演员不想和小战拍吻戏 谢娜坦言,许多女星不愿与肖战演吻戏 原来李沁没有撒谎 娱乐圈中有很多演员演技出色 但在拍吻戏方面不够出色 毕竟这需要练习,谁刚开始都不会 谢娜直言,许多女星不愿与肖战演吻戏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谢娜是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 之前也出演过许多电视剧 例如青年刘伯承,射雕英雄传等等 她的演技还可以,并且很受欢迎 肖战是一位当红的小生 拥有着倾国倾城的脸庞 高大的身材和清冷的气质 凭借着在陈情令中饰演为无限一角而爆红 肖战一战成名后 红的并没有骄傲自满 踏实地拍摄了许多影视作品 合作的演员中也有很多是顶级女星 比如杨子、李沁、许晴等 肖战的演技很出色 但是在吻戏方面却有所欠缺 谢娜和肖战拍吻戏的花絮曝光 谢娜抱着肖战 当肖战试图亲吻时 她突然笑场了 谢娜忍不住说 肖战,你太害羞了 肖战看起来虽然很帅气 似乎谈过很多次恋爱 但实际上她很单纯 从未有过恋爱经历 因此 她在吻戏方面的表现也很正常 谢娜作为湖南卫视的主持人 已经见过各种大风大浪 但是面对肖战 她竟然束手无策 因为肖战太害羞了 总是笑场 谢娜在一旁劝说她放松点 不要那么害羞 毕竟这只是借位而已 张杰看了也不会吃醋 还有表情不要那么僵硬 自然点 如果实在不行 就闭着眼睛 肖战在谢娜的鼓励下 这段吻戏总算还可以 其实肖战之前也拍过很多吻戏 可是合作的女星都说 不愿意和肖战拍吻戏 因为她总是害羞和笑场 原来李沁没有说谎 李沁之前也说过肖战拍吻戏 总是害羞和笑场 李沁是大美女 演技厉害 和很多娱乐圈的男神合作过 比如杨阳 肖战 王大陆 邓伦等 堪称娱乐圈男神收割机 和谁站一起都很有CP感 可是就是不知道位时 她的资源这么好 片约不断 却一直红不起来 当时肖战和李沁合作狼殿下 两人原本是有一段吻戏的 肖战靠近李沁的脸时 总是忍不住笑场 脸都红了 肖战拍其他戏的时候 挺认真的 可是一拍吻戏就笑场 这段吻戏也拍了很久 搞得李沁都不好意思了 肖战拉着导演说 我不行啊 亲不下就去 导演想了一下 于是把吻戏改了 便成了肖战凑近李沁的耳边 撩完就跑 这样肖战果然不害羞了 看起来表情自然了很多 肖战后来和杨子合作余生 请多指教 据说这部剧也有大量吻戏 可是肖战一拍吻戏就害羞和笑场 导演也是束手无措 不过 为了敢剧组进度 还删掉了很多吻戏 杨子和肖战是朋友 两人经常一起吃火锅 感觉杨子的性格活泼开朗 和很多人都处得来 不过 他是把异性处成了好兄弟 所以现在还没男朋友 肖战说和杨子太熟悉了 所以才不好意思下嘴的 不过 这部剧还是有很多唐科的 感谢观看